好了,就開始直播了 今天很猛料很誇張 剛才就在水哥那邊的台聽了一會兒 整理了資料,今天就回公司這邊做了 等一會兒,等一會兒 我就聽了一聽他那邊的直播 整理好一點,等一會兒 收到一些報料 不過那部份應該不能說 那部份不能說,等水哥那邊自己說 說回這個事件 其實這個事件,我自己看完之後又想了一會兒 整件事我覺得都挺瘋的 為什麼呢? 他經常說自己是一個正能量的人 結果呢?原來他的正能量就是最原始的正能量 正能量其實是一個所謂的強姦反壓創造出來的 那些正能量就是你們所想到的那些東西 何馬是貫徹始終,真的正在做正能量的事 因為我們看回他整件事 這張圖片,我想大家都去無量軍師那邊有看過 我見到這張圖片,其實是11月6日的時候已經是出現了 就說他是一個小三,專門破壞別人家庭 你看到他的樣子,其實條眉不同了 但應該就不是AIP出來的了 AIP出來是很明顯有痕跡的 多謝科金支持先 是看到有痕跡的,但他是沒有AI的痕跡 但他這個樣子,我自己感覺上是有點瘋狂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 他覺得自己好美,發給人在勾引人 你看到他旁邊那張照片,就在大排檔 他就說這個女人很賤格 日日來我檔口,對面吃燒烤,真是神經病 後來我按照剛才所聽到的事情 是說他每天帶不同的男人過去想激這個男人 即是說他覺得他帶男人過來是可以激到這個男人 即是說這兩個人,以我了解,就不是所謂的一夜情 因為他覺得是能夠激到人 即是大家說合不合理 即是如果我是跟你一夜的,你找人來激我 根本不會有感覺,大家都沒有感情基礎 但他說找人去激他,這裏有問題 這件事是持續了一段日子的 而請你看回,他是11月6日被人出帖 好,當時他有了寶寶未呢? 多謝科金支持 當時他有了寶寶未呢? 待會逐步逐步跟你拆解 因為我看他的樣子應該是有了寶寶的 因為如果不是有了寶寶的話 下面所說的話是不合理 是說不通、說不過的 為什麼呢? 我給大家看看 整理了資料 我給大家看 現在開一張圖片 我們整理了某些重點 其實按照這張圖片這樣說 就是23年11月6日的事 當時他經常守在陽光市金平、孟之城、北夜城 是個男人的檔口 肥婆主動叫人老婆去接受他 是一件很有病的事 這裡我跟你說 為什麼他是能夠開口 叫一個人去接納他 他是同意做小三 即是說他是寧願沒有名份的情況下 都願意跟人一起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肚子有餡 而且他在香港有一件 肚子有餡 他只能夠做小三 等你養了他 我們再看一件事 這個男人有沒有錢 這件事大家都很關心 這件事大家都很關心 我在沒有任何資訊的情況下 推測他有沒有錢 有檔口 在大陸有這些檔口 而且見到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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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這個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事 你明白嗎 多謝大家課金支持 我們繼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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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男人有錢 他繼續這樣貼著他 肚子到底 色可白之前 是否沒有了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 這個男人 這麼快和人發生關係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些事 因為他去到這個街市的時候 周圍結識這些人 有找過發營屋的發營屋的發營屋 發營屋的發營屋的發營屋是結婚的 但他原來是不介意的 知道你有錢 或者是你有些事業 他就會跟著你 現在我反而明白 為什麼河馬 他一直說要做飲食 說要100萬 一時又說回大陸發展 那原來上一個男朋友 就是做飲食 他說得通 他很憧憬這個男朋友 他去做飲食 那我拿了那100萬 我又要做飲食 我要讓你更加成功 我要賺到錢給你看 你當時放棄我是一個錯 那這個故事好像說得通 大家說是不是 他是有一種報復的心理 為什麼不會說他有一種所謂的報復心理 就按照這張圖 就按照這張圖 為何會有報復心理 就按照這張圖 跟著那個人跟他說 你的事無需要跟我說 多謝科金支持 這句說話 其實他是落了河馬集 那河馬其實這一個 我不認為89年的男人會選擇他 你89年的 其實都還年輕 89年怎麼看不開 都是30多歲 那你30多歲 你可否選擇他 你也有多少錢 或者你30多歲 可能有些基礎的 你都不會選擇河馬 你沒有基礎的 寧願不結婚都不會選擇河馬 當然 可能這位人輕 89年的哥哥仔 他口味獨特 這一點不能排除 我認識幾個朋友 是口味獨特的 他喜歡一些比較圓潤的女性 你給他一些瘦的 他不喜歡 他說那些不漂亮 他見到那些肥的 才開心 才興奮 真是有這些人 我聽他說話 我聽他形容 我都不懂怎麼說出口 說出來都打個冷震那一款 那會不會這種 這個哥哥就是這樣 但你又不合理 這個微信對話 我預估他也是11月的 大家說是不是 他頂盡你10月了 如果你是有一個 都不對 因為他一直在這個店鋪出現 他這個貼圖 說小三的貼圖是11月6日 可能這個小三的貼圖出現之後 他仍然會去大排檔 即是說 是大排檔事件完結之後 才有這個對話紀錄 如果是這樣不合理 應該是催 你有個年輕力壯的 真的可以一晚五次的 你不選擇 你選擇過一年都不知道有沒有五次的可白 當然了 錢是其中一個因素 錢是其中一個因素 可白 帳面來說 就很難給到一個美滿的夜生活 不過 在這個錢方面有450萬 其實也是一個挺大的數 對於他來說 是他 我不認為他現今 是試過有拿著一百萬 你如果有的話 你不用住公屋 大家說對不對 你說到錢 好像天特羅來 全部都是所謂的天文數字 你不用住公屋 甚至乎我認為 他在這個時候 他應該已經學了財商 你都為財商打一個負面廣告 你經常說自己正能量 又說自己在財商學到人生道理 原來你學的財商就是做這樣的事件 我們大開眼界 真是大開眼界 原來玩到這麼瘋 原來原配老母聲稱有竹間的相 但考慮到男人私隱就沒有交出來 有竹間的相 即是說這件事 河馬是沒得搏的 那為何會拍到竹間的相 那這裏又來人尋味 有沒有想過為何會拍到竹間的相 不外乎兩三個地方捉他 他不會去到河馬家捉他 大家說是不是 那他可以去到哪裏捉他呢 要是男人帶了河馬回家 再不是就去開房 跟著又或者是車站 就是這三個可能性 大家說是不是 那如果你說是去酒店 基本上你是打架的 你去到酒店捉他的話 你是打架的 但按照剛才那樣東西來看 又不是打架 沒有打架 他說他沒有打過河馬 你知道的啦 那些大陸女人很狼死的 即是不要說大陸女人 你哪裏女人都狼死啦 肯定打的 打小三的 如果是這樣 河馬不是被人斷正 我推測啦 有人就說在公園 有人說在公園 因為剛才我沒有聽完 有部分東西我就整理了出來 有人說在公園 但是你說在公園那裏 會不會open成這樣啊 會不會open成這樣啊 然後他還說肥婆每天帶一個男人去示威 基本上他是覺得示威這件事有效才會做的 這兩個人是在埋了一段不短的時間 有照片又不給人 有私隱可能拍到自己老公 他說還去人家家大吵大吵 有監控的圖片 等一會 讓大家看看監控的圖片 我唯一找 那這個就是監控的圖片 他拍到疑似是河馬 是不是呢 其實他都很瘋狂的 你能夠去到人家家大吵大吵 你手上沒有籌碼 你是不敢做這些事情的 那就是我個人認為 河馬當時應該是有了的 如果不是有了的話 他不會那麼有信心過去人家家大吵大吵 我問大家一件事 換轉 我們一個很正常很合理的思維 你沒有籌碼在手 你會不會去做這些事件呢 去人家家大吵大吵 叫人家的大婆接受你 那當然就是肚子有事才會這樣做 那就是11月左右的事 在人家的檔口 那裏又是報了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 按照昨日的消息來說 就是一個月左右 後來他在2月份的時候 差不多2月初的時候 認識得可白 然後兩個人就極速發展成為情侶關係 發展成為情侶關係之後 就發生了一些特別的關係 你來到這個點 我們就重溫一下這段內容 你知不知我老公初初都不相信我 其實後來真的知道我是一個很好的人 現在就不如想和我生多個兒子 生多個BB 他是一起了第一個月 就說中了 一起了第一個月 但他是2月的時候 這個時間不會錯 2月的時候 那為什麼可白會懷疑呢 也很簡單 第一個月而已 一撥就裝 可白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每天都五次 這裏我有理由相信 他可能用了一些神秘東方力量的配方 神秘力量的配方 令到可白能夠有這麼強的精力 去每天播種 因為你很簡單很合理 真是很合理 一個阿伯 你說他手心如玉了9年 草草埋賣 9年的精氣 就一次過在河馬身上釋放出來 能不能夠一個月內 一日有兩三次 連續 這條腰也不用了 你如果按照這個道理的話 可白的懷疑也是合理的 就算你用了漂亮湯 也好 用了漂亮湯什麼 用了魔法力量什麼 你去這樣玩 可白一定會懷疑 可白其實不是傻的 他比你和我想像中更加聰明 只不過有些事情 他是選擇 直眼開 直眼閉 大家不要以為他蠢 他也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 你看到他現在的直播 其實他是很硬地要出聲 就算他不想說話也好 他也要出聲 因為他知道他不出聲的話 他就沒有任何價值 但一個月就以為自己真的中了 是挺誇張的 你這樣去搞法 多謝10元的課金 邊吃飯邊看我們 何馬這張照片都能夠勾引男人嗎 喂 勾引到的 你看看 有人說 讚他漂亮 各花入各眼 有些人喜歡肥膩的 我們這些正常審美觀 有些人的審美觀和我們不一樣 聽完 我真的以為中了 他推遲了來的資料 推遲了整個星期沒有來 那我就跟你說一聲 不知道是不是中了蕉 可能有了寶寶也不頂 你測過才知道 你測過才知道 你測過是否有了 他說過這回事 他怕到死死 當然怕到死死 你測過會對方 你測過是否有可能 你測過才知道 你測過才知道 哪有可能 這個相反 那你測過也知道 怎麼多的是 你測過是否有可能 你測過那樣 都知道自己測過了 你測過到七十幾八十歲 但以這個時間點實在太接近了,現在我們叫上帝視覺這樣看 但當時何伯這樣的懷疑是沒有錯的 他現在是把自己落嬰兒的罪惡感放到何伯那裏 那天搞完他,第二天就中了 劉天爺現在就是懲罰期了,他現在三四個月死想和我吵,他都沒有 因為人所以說了那些說話,聲音了 你想一下,他的這句話是多陰險多毒 你想一下,關不關萱哥的事? 大家覺得這件事關不關萱哥的事? 根本也不關萱哥的事 萱哥其實是做接盤的 但他連天也扯進去說了萱哥 你覺得這裏是不是一個很厲害的套路呢? 然後跟萱哥說,你生不到兒子,你死了條心他 他不是生不到的,他生到的,他是能夠有BB的 我個人覺得他是有籌碼才夠膽去做這件事 一個沒有籌碼的小三是不敢去到叫人家老婆去接受他 這個是不可能的,因為你沒有任何籌碼和別人吵 你不能夠大條道理這樣說 那為什麼他能夠願意去做?因為人家有個檔口 他算到數,有沒有錢他自己知道 他不會捕住9年,應該會持續去嫖 那這裏他有沒有嫖?我確定不了了 那我假設他捕了9年,就找河馬發洩 就算捕了9年,也不能夠一炮就中了 再看看這一段,這一段有人鋪了出來 他就問他,這個位是阿水那邊拿回來 他就說,河馬去做什麼?想找那個老闆? 然後他就說,哎呀那個河馬天天守著男人開檔 當時他天天守著檔口 他就問他有沒有朋友 第二章 然後他問他是不是80後 然後繼續說,這隻河馬他主要是騙錢 他其實都不知道他幾多歲 不過說話那個河馬自稱44歲 那有沒有認識他的朋友呢? 那其實當時來說應該是沒有人會認識他的 但是都有人拍下了他 你11月的事,11月的po 你這些圖片其實就沒得換的 這個po一定是河馬來的,不會是提前的 其實他也很厲害的,你想一下 你本身明知自己身有屎 結果你這樣在網上玩,他完全不怕無威無懼 其實我留意到一件事 今天這些直播,其實他之前來說 其實他會有部署的 他一見到你無良軍師出的私訊 又或者有些爆他的直播 他自己都會開場直播 還要頂走你的人等你做他轉播 他就是經常這樣玩 但這次沒有 是有點內人尋味 那這裏可以說個小道消息給大家聽 他現在就在大陸住酒店 這真是小道消息 我聽回來的 他在大陸住酒店 然後國內的中粉寶寶 又是很想去找粉絲送禮物給粉絲 接著他打電話去了他住的維亞納 結果大家知不知道是怎樣 何馬應該跟前台說 任何人過來找我都不要爆我訪號給他 我們是大明星、國際級的大網紅 你如果是爆了我們的電話 或者爆了我們的訪號 我就告死你 結果前台就說 如果你說不到訪號的話 我們就不會跟你轉接同博上去 變成他下了命令 基本上是可以確定得到 他應該就是所謂住的那間酒店 那間酒店是很便宜的 他現在天天不停在住大陸 就沒怎麼回公屋 你說職業騙徒怎會這麼容易 有BB肯定說謊 我知開放以來厲害過連續劇和電影圈 不律不是最佳男女主角 而是最差的男女主角KOL 等一等吧 我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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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等一等吧 我看看吧 有些報料 有些報料 有人報些料 不過不知道能不能說 我看看吧 不然我看看吧 那我看看 那我看看吧 我看看是個所謂的騙子 那他有可能是個所謂的騙子 如果我這樣看 那他有可能是個所謂的騙子 如果我這樣看 那我看看 那怎能確定你的肚子有沒有東西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呢?就是一份報告 他可能去到最後叫人去接納他也好 或者是給他生孩子出來也好 其實說到最後可能就是要錢 但可肯定是不會接納他的 然後他跟你說肚子有孩子 那是否可以問人拿錢去下了他 然後就拿一個所謂的營養費呢? 那你有B和沒有B呢? 都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很恐怖 大家真的要戴眼識人 你如果是識著河馬這些事情 搞不定的 你想脫掉他 他知道你住在哪裡 他天天嚇你門 哇!想起都心寒了 直接恐怖了 你想一下 天天有隻河馬 五夜空靈 他站在你門口 零零來尿 就暗你門中 叮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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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來玩 你不死啊? 嚇到你精神失常 然後呢? 你晚上開檔 你那隻五夜空靈 又再坐在那個檔口 天天坐在那裡 看著你 叫食物 叫另一個男人過來 我現在想起 我心都寒了 這個是所謂的恐怖情人 這個是所謂恐怖情人 如果我這樣說 這次香港這個事件 是曝光了出來的 曝光了出來之後 就不會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所以我們經常說 河馬一定要百年好俠 和可伯永傑同心 這件事是沒有錯的 我們想一下如果下一個 下一個又是這樣的話 而且他不介意的 你要知道 他是有香港身份證的 他有香港身份證 其實他是有條件找些好些 你不用做小三 但他不是了 他是向錢出發的 因為你開這些檔口 都不會差到去哪 大家說是不是 他自己懂得計算 所以你其實每一件事都拼在一起 一開始有很多資料 雜片無章 但很多事都拼在一起 整個故事就出來了 真相就只有一個 繼續吧 他說當時他老公不理他之後 就是河馬還跑去報警 是不是回力標呢 河馬經常說 你這些死黑粉 經常去報警 浪費警力 我們明明就是良好市民 什麼都沒有做的 那你報警報什麼 我不知道你報警報什麼 如果是這樣 很簡單這樣說 你做人小三 別人的老公不理你 你去報警報什麼 喂?阿蛇? 我的男朋友不理我 然後阿sir問為什麼 他有老婆 他老婆不讓他見我 然後阿sir怎麼說呢 你那個報案理由 肯定就是浪費警力 如果這件事是屬實 他報案的理由一定是浪費警力 喂大哥 你自己都這樣玩 你還在說 大陸的黑粉寶寶 你11月就這樣玩 大陸的黑粉寶寶 都是關心可白 你可白沒事的 別人報什麼警 你香港那邊也是的 沒有事報什麼警 即是說這傢伙是玩慣這些事情 是一個慣犯來的 他知道怎樣玩怎樣做 那我就明白了 我明白為什麼他去到 派出所好像賓治如歸那樣 你正常人去到派出所 怎麼會這麼賓治如歸的 他做得到 那就是說他去開派出所 你公安怎麼會去處理你的家庭事 除非他反過來 公安你去捉奸 也不可能 公安未必會跟你捉奸 你講來講去 整件事你的報警理由本身就不合理 你憑什麼報警 你又不是別人誰 別人在自己家裡報警 你一個人包含別人全家 這是慣犯來的 這是慣犯來的 因為你看到 現在是開始有這些事件爆出來 我都明白為什麼 之前有消息傳出來 楊光那邊的名字很臭 我現在就明白了 你玩到這樣名字還不臭 臭到爆吧 我開始理解得到 你現在可以說 有錢什麼都可以 做爸爸又可以 做老公又可以 做管家又可以 做小三都可以 你很明顯看到他是這樣 現在 基本上 整件事整個故事 是拼得完 完整的 那 你現在可白了 其實他一直以來 都是想密識一些比較有錢的男人 但是獵犬總須山上喪,遇著可白 可白一開始就已經沒有打算給你100萬 只是打算給你看 定期他肯定是知道的,雙簽他也知道 大家都是互相簽大家,但是他很明顯現在是一個書家 他是新大名裂,可白還有地方去 你說跪著回子女那裏,認錯哭了 他老人院一定有著落的 但是以現在來說,河馬就沒有那麼多退路了 你想一下,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他還想在網路上賺錢和生存? 還有,你也要知道一件事 平時如果你是踩到他的尾,他第二天就出來少你 今天香港全部KOL都說河馬人盡可夫 河馬有沒有還拖?沒有還拖 多謝方吉馬 河馬沒有還拖這一點已經很奇怪了 大家覺得他明天會不會還拖呢? 還有,他現在是能夠直播的 為什麼? 你想一下,他可以在國內繼續開Youtube 其實他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公安未必是不給的 他用數據的嘛 這些灰色地帶來的嘛 他是香港人持香港證的 未必是不給他的 但是他現在不開的 抖音、微信全部都不開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會不會是有可能性呢? 之前他開Youtube直播,或者是抖音、微信直播 他又覺得是自己的生意 然後他在做直播的時候 他又覺得我是鬥氣的 他的心態是鬥氣 然後就和你的網民死過 要戰到你的黑粉收皮為止 但是現在不同了 今早他們的直播在說 最重要是要完成任務 是什麼任務? 每天有什麼任務給你做? 啊? 你能夠說得這句話 你當了每天的直播是任務 那會不會真的有人給錢他呢? 給錢他去做某些事情 即是每天收拾兩、三個給他去做 即是每天收拾兩、三個給他去住酒店 他每天就完成一次直播任務 然後他就當作是打工 因為你看到他的心態是很明顯變得很厲害 他之前是牙斬斬的 他說你們有本事就轉播 我播了24小時 我三天三夜都不睡 我播了8個小時 現在呢? 有沒有這種底氣存在呢? 多謝科金支持 有沒有這種底氣存在沒有再提過了 好老實說 我想看你播足24的 當然我會睡覺 我睡醒就繼續開播 我想你試一下 你能夠試到也是一個創舉 但他沒有 後來來到最近的直播 你不要理會是否有人去捕他 他最近兩場直播都是40多分鐘 他當是交差 他一開始播一大段語音 播完語音之後 然後罵一下你們死黑粉 去到最後暴露位置 等人過來 一套連環拳一套組合拳 根本就沒有任何營養和內涵可然 他可能就是所謂的一個比較低級 層次比較低 他就算流量跌下來都接不住 這波財富得不配位吃不到 還要搞到一身危 第二 多謝十元雞的課金 你說可能會覺得冷血一點 你說可白這樣 子女都不要理他 不可一不可再因為太醜 敗壞家聲 始終是叫做人家的家事 始終都是人家的老爸 可能人家多多少少都會念些親情 沒辦法 始終是老爸 現在這個事件 演變來這個位置 他兩個分不開 可白不肯分開 可白不肯分開 何馬只能夠一直拖著這個高藥侯 然後他就說 可不可以爆料一下 太離譜了 我們都看不慣他 將香港搞到烏煙瘴氣 你捉奸的時候有沒有想 等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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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她說 是個女人是河馬主動找 主動找個大婆的 還說叫她接受她 大婆說我怎麼可能接受她 是不是呀 以這句話來說 就是覺得可能有籌碼 或者是想入到來 賺錢 總之進來才算 但還有她有香港身份證 香港身份證 對大陸來說應該也有多少吸引力 所以你整件事這樣看下去 單以這句話來說 我怎麼想都想不明白 想不通 我未見過一個這樣的人 能夠說出這樣的說話 當然啦 她有她厲害的地方 她是能夠被人拍到觸間相 即是大家是有發生過關係的 而且不是一段短的關係 是維持了一段時間 那到底這段關係是愛情 還是有目的去做的呢 這段關係我不知道 有段片給大家看一看 大家去感受一下她當時的恐懼 有些人說 你兩個人是買半斤 什麼呀 福印呀 福印呀 老婆仔 哎呀 我都煩惱第二天了 現在正在開直播嘛 開直播嘛 開直播嘛 你真是呀 我見到廣言 我手拿著電話你碰我 很容易跌電話嘛 每人你見到什麼 真是嚇死人嗎 你真是呀 不用哭了 在這裡了 我以為你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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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的吵架 你廣言 我以為你廣言 那這段片 是當時在陽光 你看多一次 你來看多一次 你們兩個人是買半斤 她是可白 是隨便拍一拍她 正常來說 你被人拍一拍 你不會去到一個這樣的狀況 即是說她本身 已經是處於一個 害怕被人認得出 兼且恐慌的狀態 那為什麼呢 會不會是她現在去的地方 是很接近她以前的男朋友的出沒地點 然後可能她害怕有人衝過去打她 那你要知道 人家是捉奸的 捉奸都沒有打你 那現在再打你也很正常 人家可能不知道你香港這件事 是你最近才這樣玩 最近才知道 如果是這樣都說得通 當然她明天出來也會否認 即是我跟你說 這件事件 這件事件 她是 就算出來否認也很正常 無論是還是不是 她都會否認 繼續吧 什麼事 福恩啊 福恩啊 老婆仔 哎呀 我都反漏第二天了 現在正在開直播 開直播 真的 你真是 我看你講完 我手拿著電話 你碰我 很容易跌電話 我看你見到什麼 真是嚇死人 你真是 不用客氣 在這裡 我要你講完 我知道你講完 我去報你 哈哈哈哈 直播她的吵架 直播她的吵架 可白其實沒有說什麼 我又不覺得可白是嚇死她 你男女朋友 你逛街拍一拍 不至於心虛成這樣 如果你要嚇到這樣 其實就只有一個原因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本身就是心虛 等一等 因為如果你不是心虛 別人不會拍一拍你 就這樣 這就是我自己覺得的原因 當時在陽光就是這樣 可能去到別人大本營 她說 有拍到竹間的照片 但有她老公就不發出來 然後她反而就說 是不是有了你老公的BB 反而她就說沒有 屁都沒有一個 她說當時的女人 就是說自己有了她老公的BB 那這裡呢 我們這樣想 有和沒有 其實可能都不重要 站在她的角度來說 因為她覺得你本身就是破壞她家庭 你有BB你就自己搞定她 跟著她說 說得出上面那句 她已經覺得你是一個很恐怖的人 那有和沒有對她的角度來說 不重要 但站在何馬的角度來說 她覺得自己拿著一個籌碼 如果她不是有BB的話 她不敢說出這種說話 還有 就算讓你進去門口一起住 那你覺得別人的老婆 會不會被老公跟你睡覺呢 也不可能 即是說她進門後 沒有辦法令自己懷上BB 她只能透過這個籌碼 變成可白 有機會造成本俠 她應該不會回應 她還沒想到怎麼回應 因為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很震撼的消息 今天播完 明天肯定也是全部網台都會說這件事 全部網台都說這件事的時候 根本是沒有辦法去做到一個所謂的還拖 還不到拖 那怎麼辦 只能夠當沒有件事 不回應就是最好的回應 她現在的想法是這樣 楊光7號到底是多少個 什麼楊光7號啊 然後大家如果記得 何馬經常說自己是一個很保守的女人 原來保守的女人就是這樣 這麼隨便 每天可以帶不同的男人 過去激自己的前男朋友 但是激不到 她自己說的嘛 她說老公不管她之後 就去到我店對面吃東西 一晚一個男 其實很明顯就是想激人 但是人家的老婆在這裡 你不是想著 一晚一個男人就可以激到那男人跟你一起 這件事也是很幼稚的事 這件事也是很幼稚的事 而且是不會成功的 好繼續啦 那你也猜到她其實說什麼的啦 她一定是說人家是屈她的嘛 她說照片是屈出來的嘛 是AI的嘛 是說告死你嘛 這個就看到了 有個監控 五夜空靈就過來拍門 早上出現 哇她也挺恐怖的 你想想她 她早上去你家 晚上就去你家 說你溫神的 趕也趕不走 你對於那個大婆來說 其實是很煎熬的 你想想她 這傢伙每天都出現 每天都出現就算了 她竟然是能夠又去你家 又去你店舖 根本是去到那裡 都好像一家人一樣 你明白嗎 恐怖到 她雖然不是你的家人 但是每天都在你面前出現 整個月啊 哈哈哈哈 你是多了一個河馬做你家人 哈哈哈哈 好繼續啦 跟著這一張 她說自己是當時人 沒有人比我更加清楚她這個賤人 她說可以做到這樣 這個女人簡直不是人 她說這個已經是去年的事 去年11月 可能再之前一點 但是都不會前到去哪裡 如果她是有肚子的話 她去到街市 她說很心急想找人接盤 你接了盤之後 這裏我其實想到一個細節 我先喝一口水 我想到一個細節 當她和可白BB事件之後 或者是450萬沒有我之後 可白反而反過來說要和她結婚 其實當時她應該已經不想和可白一起 後來可白就跟她說 只要你和我一起 我才可以追回我450萬 這個點可能就是她中伏的一個點 如果當時她能夠原來納馬 不貪這450萬 基本上來到今天來說 不會演變成這樣的地步 可能當時是貪心了 以她的角度來說 可能是貪心了 如果不貪心的話 她可以脫開可白 因為寶寶都沒有了 都接不到盤 反過來是可白叫她結婚 她之前叫人結婚 後來可白不肯 後來可白又再求她結婚 她沒有一個寶寶是沒有任何理由 要和她一起的 她還可以脫身 她3月11日才叫大家註冊 你簽子之前都可以反悔 你去到你不想簽的 沒有人逼到你 強買強買什麼 你說有些只有幾百電台 看中的流量 夾錢給她開播 她的影片就用來幫她的台宣傳 這個我不知道 我不能亂說 但是我自己看 她現在是當我做任務 如果是做任務的話 一定是有人給錢 她這個人的性格就是 我鬥氣去做的事情 我會不停去做 但是如果收錢的話 我就不會益你 你拿我的東西去賺錢 那你拿我的東西去賺錢的話 我不停播 我怎會益你 你有本事你自己出來說 她的性格是這樣的 她的性格是這樣的 多謝78元的課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你報警的原因 我怎會知道 大哥 但是她能夠找到人上來 去報得到警 是成功有警察去到的 她肯定玩了幾次 她玩到別人知道 你玩東西才不去 不然她一定一直用這招 她現在是想入別人的家 現在是 你想一下 我報警為甚麼 難道你跟警察說 她要負責 警察不理這些 那就是說 這個報警的原因肯定是 一個作出來的原因 浪費警力 河馬道任務就是開直播 所以她現在如果收錢 開直播的話 她就不會開得那麼密 她沒有錢的時候 她會拼命跟你開 因為她覺得是自己的事業 反正現在都開不了盈利 我逗你人工 我就說一說一說一說 那你說 有些甚麼叫我說 就說 我之前都說 那說幾句 那你國安未必中 那河馬 是很明確來說 就沒有說犯法 那坐牢應該不會 那黑人爭 那我知你們這幫反骨仔想甚麼 不用說 我的角度就是 現在暫時來說 她仍然都只是叫做黑人爭 還未去到說一個犯法的點 就算商場的廁所直播 好像都不是很中 那個理由不是很中 就變成沒事 因為她沒有拍到人去廁所 最拿命是這件事 她主動找人老婆應該是想激大婆自己開口離婚 然後自己名正言順 做仕頭婆怎知道別人不理她 就天天發癲 就出現在別人的店鋪 河馬11點10分過關 過關去哪 我們看看 有新料嗎 我知道你們這幫反骨仔又說我登 有將照片 有人說她消耗過關 罵啊水啊 有没有这个机会啊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 我找到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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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 你帮反骨仔就说我登他 你整班有仔 等一会 等一会 有人就说他现在回香港 这个方向是否回香港 香港那边的关 我就 没在这边过过 各位说一说 是不是回香港还拖 好像回香港还拖 我看一看 如果他回香港还拖 我待会回家也照开直播 我说你知 我这场完之后 我都会照开直播 那就玩了 又想屈蛇 你现在回香港还不是屈蛇 为什么他要回香港呢 这个是否回香港方向 这个是否回香港方向 大佬 大家回答我 是不是回香港方向 四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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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南那张我 他应该是找个地方想直播 他应该是想还拖 他应该是想还拖 等一会 我看一会 阿水那边有没有开直播 我跟他说一声 应该是想还拖 是回香港方向 这个是回香港方向 那现在是不是开战 他和阿水 因为你要知道 这堂事 其实是很震撼 这个直播 刚才阿可白 有没有看到呢 有没有看到呢 可白知不知道呢 如果可白知道的话 整件事就耐人尋味了 如果他两个人开片的话 应该都好看 可白很明显 就是坦克 那可白 他能够怎么打得那河马呢 是不是拔个尿袋 出来做流星锤 去打河马呢 今次真是潑他装水 哈哈哈 没行李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 我不知道 因为是网上的资讯 我是证实不了真假 但是照现在看 也有机会的 我们正观其变 哦 张照片是回大陆的时候 哦 哦 这里澄清回 这里澄清回 刚才那张照片 是他回大陆的时候 阿水那边 刚才跟我说 是回大陆的时候拍的 不是现在回香港 不要那么兴奋 不是河马半夜还拖 不是河马半夜还拖 我以为他还拖 阿水哥用信封法律师信给他大陆收 哦 这个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是信封寄给他 说回这个事件 他说他年底已经勾到可白 听人爆料说 日日在街市找男人 说他在阳光逗了几个月 可能回香港才勾到可白 因为他之前嫁到香港 所以身份证都换回香港 那问他知不知他在阳光结果几次分 身份证是不是叫什么什么 他说之前没有问他 那自己也不清楚了 还问他有没有得爆多些消息 还说自己找了河马 他没有回复他 他说到时出发 不是河马 应该找爆料 没回复 这个爆料来到这里 应该都已经七七八八 那就是这个新男朋友 威 等一等 看来这里 整件事的来龙去脈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 都清楚了很多 那现在来说 有些人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话题 是什么话题呢 他就说 喂 能不能够 这里有没有阳光的朋友 有就回到陆挖他的黑材料 也会稍后会说 喂 你这张图片 现在有些人开始提议 喂 不如下次去捉小精灵那些 就印了他出来 然后就和河马说 喂 河太 我们是你粉丝 好不可以来签个名 一对给他 就是这张小三 专门破坏别人家庭 喂 应该生死他了 这一招 又是所谓的 一淡砂糖一淡屎 一淡砂糖一淡屎 在河伯身上就试过 喂 河生河生 下一句 就叫他扑街了 接着河生就很生气了 如果你走过去 喂 河太我们很支持你的 可以帮我们签个名 应该不行 接着人拿着这张 拿过去给他 我想他凶到死了 动手打你多次 哈哈哈 你说会不会 应该会动手打你多次 拿着这张过去 哦 你说不用画 有人有整套材料 是不是整套材料 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以我所知 他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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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么简单 以我所知 就是这里要卖下关子 以我所知 他的资料 就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单纯 是的 即是 不是肯定 远比大家所想的 更加複雜 他的资料 大排档那张更好吗 那不同 你这张好像痴善一点 哈哈哈 我真的以为他还拖 刚刚有人跟我说 我还没在香港那边过关 澳门那边过关 我自己也不记得很清楚 你一口砂糖一口屎 这样给他吧 现在有些黑粉宝宝 就已经开始说想组织旅行团 各河马 一日游 带你深度了解河马 银食之地 一日走访阳光 及团门的景点 打卡热点 早了报名 还有汤包菜 那如果呢 他们真的找到情村 然后 人家真的组织旅行团 一队过河马 去找那些村民访问 你说河马会怎样呢 那么大条村呢 肯定就会有一些八卦 又口疏的人 愿意收少少的报酬 去说河马的东西 如果说出来的话 河马的脑底 不被人爆了 他也控制不到村民不说话 几够水不行啊 一千元行不行啊 去不去呢 早过羊江找食团 羊江吃什么的 不是豆豉 是好像真的吃蠔的 羊江吃海鲜的 羊江海鲜团 找旅行团会不会便宜些 然后直去情村 一日游 大家就好像玩游戏机RTG 就去找些村民不停聊天 哈哈哈哈 如果这样玩的话 我觉得对他的精神伤害很大 团费应该也不会很贵 包一辆车过去而已 不会很贵 对啊 羊江是吃蠔的 我知道 刚才说了 羊江吃蠔的 你说 除了这张照片 浪费了小鲜肉给河马 你这招阴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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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也想不到啊 你这招阴毒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想想想 我再说一次 他说 除了这张照片 浪费了小鲜肉给可白 还要跟可白说 哎呀 小鲜肉不是你来的 小叶姐说 是会跟他结婚啊 还不是你吗 可白你很年轻啊 有你年轻的照片啊 你这招阴毒啊 你这招阴毒啊 你这招正啊 我刚才也想不到啊 你竟然能够想到这招啊 啊 好像这个啊 拿到过去 这个是我新男朋友 他给你还年轻 还想我嫁给他 喂 你这样 一人一张 喂可白 我想找你签个名啊 好喜欢你的 一堆过去 是小叶 可白老眼昏花 看不到啊 他以为真是一张纸来的 到他逗一逗父老花镜 我认真地看 哇 还不激到他爆血管啊 拿把姐咬你啊 他说你啊 死黑粉 他这样的嘛 哈哈哈哈 喂 不得你啊 你们这招人啊 你们这招人啊 竟然是能够想到这招啊 我开始佩服你们啊 我刚才我自己也想不到啊 等一等啊 等一等啊 horrend啊 他就说自己就可以了 好像一段啊 何生 喂 你好 그렇죠 渴生 你好 尻尤尬 看 Tennage 可以 crowison 你如果说 שנna 他也是这么个表情 跟你很近接触 那整个过程一定很过瘾 Oui 你想想你這一段你換了是給簽名的你會怎樣 是 何生 你好 嘿 你好啊 我說你是粉絲來的 你可不可以幫我簽個名啊 你快點幫我簽個名 我好支持你們的 加油啊 永潔童心啊 混蛋了你 你要收工啊 接著他還要罵你黑粉啊 這樣好正啊 很拿命啊 我已經想像到他的樣子了 好瘋啊 你們 你真是好瘋啊 這位觀眾想的東西很厲害啊 大哥 你這壹事啊 你這個資料爆到這樣啊 明天開直播也不知道有沒有面見人 不過不要緊的 可白是不知道這件事的 可白是肯定不知道這件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始終認為可白現在沒有手機在手 他看不明白又不會用 但是這兩天呢 可能河馬要偷偷地躲去看youtube 因為這件事是一些他不想面對的 他不想說的東西來的 如果他是要還拖的 今早就已經還拖 整個動作行為是很奇怪的 可能他那個抖音也在坐抖音監 還未放監 我們等下看抖音會不會出現 抖音的話一出現 其實都會是扮可憐的 大家就叫做玩一下元氣彈 多謝50元的科金 印幾個Banner沉人 其實你說要支持他 你如果拉著Banner過去 他都催你不脹拉你不脹 難道他打你嗎 他碰瓷碰你 你那塊Banner這麼大塊 你有人錄著他撞到你 你再告他回頭吧 多謝送給你報料方式 你去我的email那裏 多謝送出會籍 你去我的email那裏 多謝送出會籍 你去我的email那裏 我發個email給你 你想報料嗎 你等一會 我看看有沒有收到報料 河馬在大陸幫可伯換了電話 開新帳號 千與BB小三與六 我覺得這個沒有必要 多謝100元的科金 多謝100元的科金 河馬直播都給大家洗版 怎麼會聽到 他自己會看的 你覺得他會不看我們的直播嗎 不看我們的直播不出奇 但無良那邊一定會看的 他怎麼會不看啊 等一會 我發個報料的email出來 既然有人問 我現在發出來了 我現在發個字 你如果有東西想報料 你就傳email給我吧 我的email又找不到? NP沒有嗎 NP發不到錢嗎 我看看 勇士看到他們兩個 很大機會 不會的 我這樣說 你如果看到他 你去直播的話 其實環境聲太大 他聽不到的 你手機在播的話 他聽不到的 你播來也沒意思啊 不然會浪費電 不如印個banner給他算 你印個 我再發多來一次 這個應該夠清楚了吧 你與其在他旁邊播的話 他聽不到 人又龍耳又蒙 怎麼會聽到啊 你印兩張照片 跟他說 那些明星的照片 喂可白 我們是你忠實粉絲 首先 你要接近他 你一定要說好話 你不能夠第一句叫他河馬 就是現在教你了 你接近他 你要支持你的忠實粉絲 不是 你要支持你的偶像 你就不能夠叫他花名 你第一次走過去就叫他 何生何太你好 我們是你的粉絲 我們想找你簽名 行不行啊 我們很喜歡你的 然後你一下子 他兩個收到之後 我教你一下 他兩個收到之後 你要馬上退後 你不要接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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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過來打你的話 你拍下你 你會被人攻擊的 你不要 你一給了他 你要退後 你明不明白 你不能夠和他太過接近 待會 阿可白 跟你撒一套喉拳 那怎麼辦 阿河馬 跟你撒一套喉拳 那怎麼辦 你不夠他打的 你 阿可白 我支持你 很喜歡你們 幫我們簽個名 立即給他 我們走開一會 你簽好給我 如果不然 你會中這個 河馬流星拳 我現在教大家 如何支持你的偶像 你追星 要聞名追星 要尊重人 這個應該挺暴擊的 新加坡粉絲團 新加坡粉絲團 你還要加多他 我支持你們 拿回450萬 我支持你們 戀愛自由 我支持你們 你們兩個 一起永不分離 其他可以不用說 但你一定要說永不分離 這件事是我們台的宗旨 我們是支持他們永不分離 現在 組團的手褲 按著T恤 你按著T恤 你就太過有攻擊性了 你按著過去 整個河馬頭的 他離遠見到你都走 你現在 你拿手機 對著他 他都撇 他還跟你慢慢玩嗎 他是很聰明的 他兩個現在很有經驗 想起都開心 我建議 我不知道你們什麼年紀 以前那些年代 人們去追星 一定拿著照片 就是找明星去簽名 看到他對給他 簽完就拿走 你們 可能都有一些年紀的話 你去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很合理很正常 你是不是支持他 我很支持他們 尋找河馬家鄉的故事 我覺得應該會有人去 應該會有人去 路人甲瑜 秉坐他周圍看youtube 抓小三片 應該不行 他聽不到 你隔得太遠 他聽不到 你要控到好賣才能聽到 你那些雜音太大了 對,做閃卡 能不能夠做到河馬的閃卡 我認為在淘寶 應該不會很貴 做一批河馬的閃卡 然後拿去給他們簽 肥婆當然有市場 有人喜歡肥婆的 香港人很忙 90後就不流行簽名了 是的 我這個年代都沒有簽名 我年年28歲 多謝15元的課金 他們未必肯簽 他們心想 誰知道你拿簽名來做什麼 他自己是有所謂的防騙意識 怎樣防騙意識 就是他欺騙人多 欺騙簽名 欺騙完之後 就會很害怕你不知道拿去做什麼 楊光網軍網隊團 我們就不做了 我們這些都不做了 山牆水園 在家裡涼下冷氣就算了 是他們直播才要餵蚊 我們直播是開冷氣 穿外套是冷的 他們就要穿小件 這樣說 他經常說減肥減肥減肥 看回他以前來說 真的挺肥的 整個波一樣 整個河馬一樣 如果照現在這樣比 現在真的瘦了 你說 希望香港01會到楊光起底他 我不知道會不會 這些人家媒體的事 我帶團要收團費 我自己也要賺錢 有些人還說要帶大喇叭過去 現在這件事很嚴重 在小紅書開始發酵 我找一找 我找一找 你等我一會 他這件事開始在小紅書發酵 有些人就開始出片 在小紅書抖音 我找一找 我給你一張圖看看 人家跟他出了 人家跟他出了歌 這件事應該是小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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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小紅書 陽光某村 搭上人夫有了BB之人妻公出 CCTV何太送外賣影片 现在有人是这样玩,标题是前世最怕有人提起,爱在记忆中抓你,就算怎么伸进手臂,我们也有一些距离 已经有人是这样玩了,这件事会发烤得很厉害 其实那群二五仔的人笑到有点热,就说,可白很惨啊,或者河马他们两个人,你们没什么必要赶尽杀绝 但是这个论点出来之后,其实很多人已经意识得到,原来大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们两个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开了账号,然后就不断铺他们的东西上去 但是我告诉你,最坏的情况,对他们两个最坏的情况出现了 是什么呢?就是原来他们铺完之后,发现这个是流量密码 无论你什么账号都好,你靠河马起号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只要将抖音、YouTube的影片放上去 然后你的账号就有很多人看,很多人订阅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现在有批人利用河马去起号 这个对河马来说是最坏的情况 因为你铺得越多人对你越反感 你去到大陆都变过街老鼠 我们有个TG Group的网友跟我说 铺那支河马的影片是新号来的 竟然一晚之后三条片加上有2万多的view 新号有2万多的view 是一个挺恐怖的view数来的 即是说如果是用来起号的话 何马你大铺了 现在何马你大铺了,别人铺你的影片是能够起号 即是说你那些臭当的东西是会被人放上网 现在这样说我出来好像在害他 好似现在有很多人就会开始今晚 就开小红书抖音 这样去poll 怎样搞啊你 臭名软播了 林峰我先谢谢你 他叫自己做千语 他说自己喜欢林峰 我们亦有一声距离 那他去到阳光那么害怕 那当然是有问题 怎会没问题之下 那么什么啊 等一等啊 等一等啊我看看 附件太大加微信才给到我 我看一看什么了 有个报料先 哎呀报料先 哎呀报料啊 等一等啊 我看一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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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一等啊 他说附件太大 不能够发给我 但他有传了一张图 我看这张图 我看这张图说些什么 我看着啊 我现在看着啊 我看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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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看着啊 我看着啊 我看着啊 她看着啊 她看着啊 我看着啊 有條片,有條片這樣說,噢,他看到條片,想把條片傳給我,跟著條片說,附件太大,給不到 好,6分多鐘,大概就是這些,說他的姐姐姐哥的事,我就驗證不了,因為始終人家是家人嘛,說回河馬的事吧 說回河馬的事吧,現在已經變了流量密碼了,基本上他的處境會很惡劣,大陸都沒得生存 很簡單,你在抖音播完,看完你河馬,人家就會推回河馬的片給你 然後河馬的片全部都是出街發,罵可白的,回一回帶的 其實回帶這件事,我有時候都覺得挺煩的 不過原來有很多人就說,如果不回帶的話,有時候你叫做會忘記了他說過的東西 其實要回帶,他的河馬語錄可以播半個小時,就是他的粗口都已經佔了不知多少分鐘 你覺不覺得6月7月是河馬本來的生產期嗎 這樣算吧,11月,如果到現在8月的話,應該是預產期了 如果他是有了的話,難怪不得這麼邪 因為有些導遊說,見到河馬身邊又跟著一個幾個月大的小女孩 然後我問他,你連幾個月大你都看到嗎? 他說是呀,在哭咯 然後老河太就跟著河伯咯 總之兩個人加起來有4個來看 但是我不知道,我看不到,我不想看到,我不懂這些東西的,別搞我 我看不到的 人家的導遊說就這樣,幾個導遊都看到 有沒有這個可信性呢? 就算是其他群的人走來講,都說他看到,那就恐怖了 大家描述的東西是一樣的 你說河馬的阿哥是正常嗎? 你說你新帳號一條片兩萬,訂閱一日都過兩百 如果你是想在大陸的影音平台發展的話 你鋪河馬的影片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他能夠幫你快速喜好 我出了個新號? 我沒有出新號啊,我大陸 我大陸沒有出新號啊 我大陸如果那個頻道 不是叫日更頻道 又或者叫下機的話 基本上那些都是偷我片的 沒有經我同意的 不過我懶得理了 但以我所知是有人假扮我的 多謝25元的課金 我知道啊,大陸出了律師訊啊 現在是香港一份 大陸一份就要寄給他們兩個 這個我知道的 要回帶嗎? 其實不用回帶嗎? 今天也播到差不多時間了 要回帶就現在要回帶了 大陸大陸律師訊我知道的了 看看他明天怎麼回應 但我認為他從昨天開始 就不會再做太多回應了 因為現在他的直播其實也沒有什麼內容 不知道他播什麼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有燈死他 因為每次我說完他的流量死 他都會整壇大鑊東西來嘆 我說他死流量我說了三次 他三次都可以力玩狂難 令到自己的流量上回去 其實我真的很佩服他 其實我真的很佩服他 他可以這樣來玩 我是很佩服他 是的 要回帶嗎? 之前已經有人放過上網 說他大哥大家爺爺是正常人之後 跟他對上那個嫁老坑 又說他騙人為樂 不是三個小孩兒子 不是三個小孩兒子 他是說他有四個靈體跟著他 跟著他兩個夫妻 是的 要回帶就現在回帶 回帶精神爽利 等一等 回帶回什麼呢? 回帶就回這個 回一下吵架聲 不如說八蛋你沒弄過話了 無需加這些話說 我警導你 你想怎樣嗎? 我問你想怎樣? 你想收聲嗎? 這些人都沒得救了 這些人 你診到這樣? 真是私企那麼久沒帶過好刺給我的 真的 他現在來到我被人追殺 承受持生命危險和他行的 這些人才報告的 我跟你說 搞死又不明不聽 我真的想送我那個老公去老人園 你賺到那筆錢就搞 離婚手座安排好去老人園 你賺到那筆錢安排你老人園 你賺到那筆錢就安排你老人園 你賺到那筆錢就安排你老人園 不可以過我的生活 大人的同氣連續分罪都是 都是親人來看待你 那我死人貴都發出這樣的聲音 有段片都給大家看一看 再次提醒大家 給大家看一看 這段片 等一等 這段片 沒所謂啦 我 你妨礙他 是否貴廢難 我又報警 聽不聽到 肥婆說 如果你是過去捉小精靈的 肥婆就會故意去撞一撞你 然後她就去報警 所以你不能夠貼到她太近 她是會故意撞你 撞完你之後就惡人才告狀 你看得出這個人 是懂些東西 她知道她這樣玩 是給麻煩你 所以你要小心 她應該是碰瓷開的 不是碰瓷開怎會 你懂得說這些話 你聽清楚 沒有啊 沒有所謂啦 我 我 你妨礙他 是否貴廢難 我又報警 你聽不聽到 一圍爛他 他就會去報警 那就是說 你不可以 貼得他太近 因為你會貓會欺貓的 你不要給他碰瓷 不要給他機會碰瓷 不是啊 如果他繼續這樣 早上去做直播的話 應該這個流量會死了吧 這次 應該會死了吧 不會又再 力管狂難了 是不是啊 你給他撞一撞 你受傷了 人家 人家河馬坦克撞你啊 你下街上 不要再跟著我 你說 一天到黑 你這件事跟你吵 你什麼都爆了 怎麼小心啊 你省一點啊 人家有道理 你就去噴出你 前部你都 曬出來是不是 回你的子女 不是深色 因為不懂得保護自己 一刻都要去保留自己 你心理清楚 過壽木 多多自己 不知道永遠你都做不到人 你又上身了 你說出來這件事 只是擊死我而已 下午我都被你擊死死的了 你現在又來 受救你 我無法撐下去 我保你不住啊 你明不明白啊 我怎麼極力保護你 你都是在白樓 為什麼你生個兒子這麼厲害 當妻是不是這麼診啊 我下午都說你的兒子一定是刺激的媽媽 如果錢你不會 就升官發財 公屋有暴露 在哪裡都暴露 但你會想到是自己的問題 這個什麼時期啊先生 打緊張時期你都不懂啊 我認為 他已經的心態是變了 現在不是打仗的心態 現在是打工的心態 打工的心態 每天一個直播應付完你就算了 但如果是打仗的話 火力就會很猛了 就是不停直播 總之 還要跟你死過砍過的 但現在不是嘛 你說回帶片多好啊 很多人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反正你們說回帶就回一回吧 對我來說沒什麼影響的 我又可以休息幾分鐘啊 他應該是由打仗變成打工的啦 這個不用懷疑的啦 播霸氣哥那段好一點啊 等一等啊 有人給了一個66元的科金 說支持澳門啦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科金啊 澳門其實在Youtube上無法投資金啊 只能用MP的而已 所以你在Youtube上無法投資金啊 多謝你先啦 大家有心就行啦 說回那件事啦 每天回不同的帶 這次回什麼呢 整天都回那兩段其實我都覺得有點悶的 那這次回啊回啊 回霸氣哥啦好不好啊 霸氣哥 是不是這段呢 回那個欺小子那段啊 多謝三十元的科金啊 我現在要救這個人啊 我現在要救這個人啊 你沒有手啊 你沒有手啊 我不會碰到你啊 你有沒有碰到你啊 我現在等你碰到你啊 我發現它來火鍋ок 塑 native水 我發現它做的 我發現它很說 那你有什麼事情 我找到你啊 陳波瀉的 其實是會有的 我找到你啊 你有沒有想到你啊 她在你的皮膚 我找到你啊 那你找到你啊 你呀 你找到你啊 你有什麼東西啊 那你 Israelites 我找到你啊 那你這樣 你找到你啊 幾個pis 她は你怎麼搞的啊 我找你呀 然後進入警署了 他們出街睡覺已經回來了 現在沒什麼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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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人 真是這樣的 你拍著我,我是粉絲 阿姊她都是粉絲來的 當然是粉絲 哇 幾多粉絲 什麼呀? 河馬你不認識? 認識 她開直播我們不開直播 為什麼? 我住在這裡 我過來探望你 這個人先恐嚇我 幸好我見到阿姨 他恐嚇你什麼 我叫她 我叫她 這樣也不行 為什麼? 阿姨你做正 我們探望你的 你不要再說話 錄好一點 這麼遲到看得到 你媽媽和你一樣 你媽媽和你一樣 我都不知道你媽媽和你一樣 何太死了你就新想 你媽媽和你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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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很大的遺禁品 開放鬧運 就不是欺凌我們了 真的包著東西在膝蓋 不去關鍋 可以了 真的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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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馬方面穿這樣的裙子 真的不知道 欺凌他們不會用我們 欺凌奧肉 這個 這個 我懷疑她 有些遺禁品在腳上 是呀 是呀 探望阿姨都不行 真可憐 你又找到這個地方 直播 是呀阿姨 我想去探望你 怎麼看見她在那裏的波 我問 喂 何馬我們請指 我嚇倒她 是呀 去別處直播 沒有啦 不要 阿姨 何時報到阿姨 報了警了 報了 又來 等一下 阿姨你回家等我 報警才行 你們這裏是一班有的 阿姨說你一班 我不是一班 我看阿姨 你不要亂說 我一句都沒有出聲 阿姨 我知道你們是一班 一團府來的 見到什麼一團府啊 你一團府啊 你一團府啊 看什麼你啊 你直接害恐嚇我 是呀 我哪一句才我見到 記著有一個人 我是粉絲來的 你嚇到我老婆 我嚇到我媽媽了 我媽在上班 阿姨你還在天之靈小生 被阿何馬的老公嚇到你 你媽媽真失禮 你媽媽還失禮 做依賴 你媽媽還失禮 我媽媽就這樣吵你 你嚇到我 沒有眼睛啊 何歹啊 真的兒子嗎 你剛才很凶狠 你真的嗎 你真的兒子嗎 你真的兒子嗎 沒問題 是呀 我不知道 我是看新聞的 真的兒子 你不要說是媽媽 你不要說是媽媽 她說我不會說是媽媽 哎呀 什麼吵你 關你瘋子 你…你… 你…你… 喂 大家子人喔 你幾十歲… 你家老母打給你老母 你幾十歲就不要這樣來…把口這樣啦 那她教我的吧 我教你什麼呀 我教你的上網 喂 你老婆的膝蓋回頭 都是你教我講的 喂 立刻口得啦 你又 立刻口得啦 我沒有說過什麼 你也沒有說話 阿姨也沒有說話 我沒有說過話 你不要出去溫啊 我告訴你 你不要這樣啦 你也不要說自己網紅啦 你也不要說自己網紅啦 不是網紅啊 是網狗啊 你也不要說全世界都認識你啦 阿sir還沒有來的 搞錯 阿sir沒可能的 我問我媽她說不認識你 我問我外婆她說不認識你 你那些人不認識呀 你那些是什麼人啊 你那些什麼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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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圍村是不想讓外人進來的 為什麼進來那些村子 喂 這是圍村來的 你知不知道阿伯這個圍村啊 我圍村經常進來的 我有朋友啊 你經常進來的 你那些朋友啊 說出來 誰有朋友啊 叫他出來 叫他出來做正啊 不要阿狗這樣震狠了我口 這是什麼啊 頭主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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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又來一班 嘩 你死了 鄉 你死了 鄉 你死了 鄉出來啊 喂 韓馬 我們是人生攻擊啊 妹容我們啊 我們是朋友啊 是呀 校道歐 校道歐下面啊 去別處直播啦 找個好地方 租個地方嘛 報警察來的 警察來的 阿姨老闆 不辛苦啊 警察來的 是啊 行啊 喂 別走啊 大哥 報警了 那你報警了嘛 喂 你看著這段路 你去報警了嘛 喂 不要走啊大哥 不然 沒多朋友啊 不然 多辛苦啊 找到朋友啊 不然 這麼浪費啊 不然 這麼辛苦啊 不然 這麼辛苦啊 不然 這麼辛苦啊 不然 不要笑啊 水哥 好難拍啊 不然 這麼辛苦啊 這裏我告訴你 其實當時沒有說的 霸氣哥這類我叫做爛仔戰法 爛仔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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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講的話 你不用你有沒有邏輯 總之你就是要夠囂張 令到他不舒服 他講話搏你嘴 你就是想辦法令到他不舒服就可以了 你不用贏他 你就是要令到他不舒服 那這一種爛仔戰法 就是語氣啊 表情啊 神態啊 氣勢啊 就是這樣去玩 就是這一種我形容是爛仔戰術 啊 水哥在這裏啊 是啊 水哥在這裏 我燒啊 哎呀 就是 水哥 I love you 你做直貨了嗎 水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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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哥 I love you 我下個禮拜去英國 我下個禮拜去英國啊 我下個禮拜去英國啊 水哥 你不要吃完一餐啊 找到了 喂 不要那麼多阿根啊大哥 喂 喂 你不如找個地方 我說而已 怎麼可能跟你什麼 你又這麼害怕啊 又說報了警的 對啦 喂 報警等了 啊 還是啦 我怕你啊 你不要走的啊 不可以你啊 不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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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哈囉 我們不爬上鏡啊 他… 他很天真地意為 我拿一台相機出來 他就說 有人騷擾我們啊 就是拿去拍攝人 那怎知道人家不用害怕啊 一群人都在說嗨,這樣就變成沒有殺傷,他最大的武器就以為拿手機拍下了你,結果大家就說嗨 而且這件事最致命的你知不知道是什麼,他這段影片就算他放上網,也只是會被人恥笑,不會有人同情他的 你想一下,是河馬視角,你看到他去吵人,人家指著他來罵,你第一身就感受到河馬被人罵的本,敗酒吧 這些就是爛仔戰法,他拍你又不生氣,嗨,就這樣吧,你又放不到上網,你放上網就被人稱讚 這些就是欺善怕惡,你爛仔到某一個程度,這些人會害怕,首先你要大聲,然後你夠撒,然後你講話要夠囂張,氣勢要夠惡,你夠彈一下彈一下,這些就怕,是欺善怕惡的 因為你是有所有那類的特質,我以前是見過有人用這些招式,去忍人忍到那個人就瘋了 你差不多80歲,你就不要那麼辛苦,到處去,阿河馬,阿河馬你可憐這個伯父吧,他真的對腳就不熬得了 阿伊說話都很棒,你看他好像苦口婆心,但每一句都是暴擊,阿伊說話都每一句都是暴擊 他到差不多一口砂糖一口屎,讓你聽入耳之後,再一棍吐到死人頭那裡 你這樣很折磨的,你四十多歲,你可憐阿伯,阿伯,阿伯,很出名 阿伯隻腳捱不了很久,你有西瓜,有衣服,全部都給他揹,你是不是想他快點死,你是陰謀來的 他很棒的,我那天講漏了,其實你想一下,他一直苦口婆心地說,但他一直說,可怕我就快點死,你的腳不行了,斷了,你什麼都給他拿 整件事很頂人的 是啊,我是要吵的,我不能看韓馬,這樣就約會你 你不能說話嗎,只有你說的話,我們不能說話嗎 我疼你嘛 阿伊你不要這樣,好感動我 你很感動嗎? 想哭而已,你這樣對韓馬 不是啊,你不要這樣,我經常都給他揹,我看到他一次揹一次 然後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圓鬼了 等一會,我看看,有人發了一段影片給我 有人發了一段影片給我,看看說什麼 我看看這段影片是說什麼 很慢啊,下載了,不知道為什麼 我等完影片下載好 我先看什麼,是看到他拍到河馬的 是看到他拍到河馬的,我現在下載了 不知道為什麼很慢,下載了 看多一段影片,回多一次帶,反正都在等下載了 等下載了 等下載了 這段影片就是河馬第一身視角了 如果他對著剛才阿霸氣哥有這麼霸氣的話 那就真是不得了 如果他對著剛才那位哥哥 用這一招去還拖爛仔戰法的話 我不知道誰會贏啊 河馬為什麼說話都這麼多 談幾佩服 早上走入夜幾十個小時 正常老人家半天都回家 真是好戲了 好,繼續 這個鬼啊 這個這樣的人啊 跟蹤我整天啊 沒用我啊 在底彌我啊 我要報警要拘捕這個人啊 我要報警啊 你不要走啊 你不要走啊 你真的沒有走啊 立刻報警啊 沒有走啊 你一直侵擾我 一直騷擾我啊 你沒用我,你知道嗎 老公究竟 究竟 忍了我上去的警方而咬 我都喊了小人出來的 都在家裡了 快點跟著 你夠僵啊 你不理啊 正臭小子 你夠僵就跟著 你夠僵就跟著 我們走啊 沒走啊 他又說 他又說你不理啊正臭小子 你們那時候啊 就說要播廿四小時啦 你說要播廿四小時 不播就做契弟啦 現在你不是也是做契弟 好,繼續啦 多謝大家科鑑支持啊 我不覺得他對著剛才哥哥會去到那麼兇 根本就不可能啦 等下那條片 等下那條片 你不要走啊 我不會痛到他的 你不要走啊 你不要走啊 我跟你說 就是這個人啊 平常人跟著我 都要不痛到我 但是這些人啊 但是這些人啊 沒有人知道這個混蛋啊 社會敗類啊 這個啊 這些社會敗類啊 這些社會敗類啊 哦,真的很多粉絲啊 真的 河馬 河馬 你為什麼不認 肯定是要別人叫你河馬 河馬 現在不理人啊 現在威了 各位街坊 現場直擊啊 她說 你想成為網紅媽 香港商場 現場直擊啊 三個小時之前啊 三個小時之前啊 香港商場啊 三個小時之前啊 啊 啊 她現在的廣州市香港 廣州市香港環球美業發展集團 有限公司應該是大陸的 地標是在大陸的 那只不過的商場叫香港商場 那些粉絲多到大陸幾多粉絲啊 她說男人都這麼八卦 那已經不是男人女人的事了 現在是所謂的犯眾憎啊 大家說的東西其實都大同小異的 掛掛她兩個國家老鼠啦 也有人叫放她一馬 其實如果放她一馬的話 你應該就停止你在這裡的直播啦 你不播就可以啦 當然啦 我們也不會叫你退網 那你喜歡怎樣怎樣 就是你的自由嘛 那現在世界級網紅 就叫她都不認啊 你叫她清清或者會認你啊 還有啊 我看看啊 是全新天地異旗啊 那裡是 小紅書她做直播 很快可以收到皮的 小紅書做直播 很快可以收皮的 多謝15元的課金啊 是全新天地二樓啊 那裡是香港來的 是全新天地啊 是今日來的 那如果是今日的話 即是她兩個在香港 她兩個在香港 11點多拍到她回大陸 她兩個都頗憑破的 大佬 她兩個都頗憑破的 她兩個都頗憑破的 我覺得 這麼辛苦啊 又大陸又香港走來走去 你不要說香港這樣 周居勞頓啦 你叫我澳門我出珠海我都懶啦 就算有朋友說 載我去香港玩 我自己都懶啦 三個小時應該是上載的時間 三個小時前 大概九點鐘的時候咯 那這裡是全新天地可能她吃東西 全新天地二期 是全新天地 你說她荃灣租了屋 有沒有那麼多錢租屋啊 如果她荃灣租了屋 現在正在直播 現在正在少我們 怎會不出來啊 她會不會在乾淨的世界直播 不知道你說什麼意思 什麼叫乾淨的世界啊 全新天地啊 會不會是之前荃灣直播那次 但這個好像是新的 是最新的 見三童剛才出關的片 那張相片是對的 水哥說二五搬去荃灣 剛才後面我沒看 我不知道後段說什麼 我只是看前段 然後我準備現在自己的直播 哦你說有網友見到個小女孩 哭著跟著河馬 河馬直播說過 說在街上見到個小女孩 覺得好可愛 如果生個女孩可以幫個女孩紮邊 說到眼有淚光 難道河馬知道個胎是女孩 三個月怎會知道是女孩啊 沒什麼可能啦 她已經回了大陸了 應該 她已經回了大陸了 小紅書她開的話 是很麻煩的 而且如果小紅書開的話 是很容易令她永久封號 小紅書我可以說 是可以令到她永久封號 只要她收皮五次 就會永久封號 不能夠再開了 小紅書的風險是很高的 亦都很容易中的 她生後會有多少推流 不過如果這樣做的話 她只不過是親手送自己上路 好啦好啦 來到這裏啦 播一下播一下 播了一小時45分鐘 我好累啊 大家都做點休息啦 今集跟大家看到這裏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